至於恆春半島 即將進入洋蔥採收的產季了 但是洋蔥是受到天氣的影響 陸續發生了配曲病的病害 嚴重影響收成 估計車程相救 將近三分之二的洋蔥田受害 蔥農是苦不堪言 而在芳僚 芳山 還有獅子鄉的艾文芒果 則是遭到了害蟲的肆虐 粗估大約有1500公頃的果園手創 一陣陣驚呼聲 芒果樹上搖下大量的害蟲 祭馬 造成芒果無法授粉 結果成了像這樣的空包蛋 屏東方寮 方山和獅子鄉的艾文芒果園 遭受祭馬肆虐 農民焦急的說噴藥沒用 還不斷增生 無法收成幾乎血本無歸 粗估有1500公頃的果園受創 欲哭無淚 除了芒果 洋蔥也遭遇碳居病害 屏東在地立委日前跟農改廠專家 及農糧署人員到農田關心 粗估在車城鄉 約有三分之二的洋蔥田受災 洋蔥多半枯黃爛頭 恆春半島的洋蔥 每年三四月開始大量採收 今年春季氣候異常 導致洋蔥病害發生 農友們期盼爭取到政府的補助 渡過難關 華爾旭馬謝玉欣 屏東報導 不妨礙... 不妨礙...